王國健議員 不單在大會拉布,還在財委會,公務小組,人事編制小組,甚至在事務委員會上也都拉布 立法會已經陷入空轉無效的境地 大量的政府議案,以及民生福利的撥款是被積壓 現在我們的社會是面臨嚴重的影響 之前我曾經聽人說過,很多人都說本港的政制是行政主導的 那我想問一下行政長官 你將會如何應對現在目前這個狀況? 你會不會嘗試和泛民議員增加溝通的機會 意圖緩和和解決現在這個惡劣的狀況? 行政長官 主席 我和特區政府的官員 是一直�秉持一個開放,良性互動 相互尊重的,這樣的原則 是與立法會所有的議員溝通和互動的 無論場合,包括一些小範圍的,這些座談 主席 但是過去兩年來,有部份的立法會議員 他們經常,一、不接受我們的邀請 第二,當我們接受邀請來立法會的時候,他們自己也不出席 這些情況大家是看到的 但是,過了去的是過了去的 下去,我本人和特區政府的官員仍然是秉持這樣的態度 希望能夠和立法會各個黨派的議員做好溝通交流的工作 主席 梁耀敬議員 梁國雄議員 法定人數不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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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去,特區政府仍然會繼續做 不會在立法會因為有少數人 有少數人,極少數人 嚴重拖慢了整個立法會應該做的工作 特區政府那邊就說 既然你塞車,我們不做事了 無論是民生,福利,房屋,教育,醫療等等 我們會繼續做,我們會繼續主導去做 我們會繼續交給立法會 我們請全社會監督 特區政府做了多少 立法會做了多少